咱们移步到这边的产品墙 就扯了 没问题 反正这双也是送给我们的匹克斯 这边 蕾蕾 咱们做一张是在这里的 不着急 不着急 移步到我们最后一面产品墙前 接下来蕾蕾也将会亲自 为我们这双DIY的小蕾迷 匹克斯送出这一双 亲笔签名的匹克太极拖鞋 来 我们也来一张合影 好 非常高兴 今天我们的蕾蕾也为广大的匹克斯送福利了 来 最后一个区域 蕾蕾别着急 我们稍后把玩过后 先摆装鞋放在我们的DIY台上 来 有请蕾蕾 最后一区域 相信刚才经过已经注意到了 这个区域蕾蕾平时也经常做运动 我经常做运动 今天我们现场为吴蕾准备的 也就是这种体感的交互游戏 想不想大胆地挑战一下 我太想了 太想了 是吧 好的 那作为我们压轴自由环节 有请蕾蕾上跑道吧 这个要怎么玩呢 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跑步的体感交互游戏 来 别着急 接过麦克风 我们看到啊 现场呢 各位咱们的小蕾蕾 各位匹克斯们 我们也可以看到蕾蕾准备走上跑道 来为我们进行今天交互体验的最后一个游戏挑战环节 那么相信这个游戏啊 作为平时经常做运动保持身材的蕾蕾来讲 肯定是信手担来不在话下的 来 我们也期待着啊 最后一个环节蕾蕾是否能够挑战成功 好 我们也看一下啊 现场咱们的皮革工作人员也正在紧张的为吴蕾准备好我们的这个游戏 开始了是吧 开始了 不知道现场的各位小蕾民们 如果来临掌声的话 吴蕾应该在体验区域可以听到大家的加油声啊 来 加油蕾蕾 加油 加油 对 我们这个总共的挑战 挑战时间 可以稍微远一点啊 蕾蕾自由发挥 你觉得可以了 咱们就随时结束 好吧 加油 加油 看来蕾蕾今天在我们这个现场啊 作为环节玩的非常尽兴啊 非常开心 好厉害 这也是蕾蕾应该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游戏挑战啊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最后的跑步挑战 跳起来非常完美 对于蕾蕾来讲 难度系数相当不高啊 热爱运动呢 吴蕾这个游戏来讲真的是信手拈来啊 完全就是初级挑战的水平 相当全面啊 运动到全身各个部位的挑战了 一个综合的越野跑步的挑战 马上到终点了啊 加油蕾蕾加油 加油 好继续最后的一点阶段准备冲刺 马上到终点了啊 加油蕾蕾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最后的一段挑战 好的 我们也再次感谢吴蕾 成功的完成了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游戏的挑战啊 完美收官了 好感谢蕾蕾 那咱们今天在这个产品体验区的环节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有结束了是吧 有请蕾蕾来到我们这个匹克logo墙前 在我们结束前 有没有想对我们广大的匹克斯我们的小蕾迷们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吧有请蕾蕾 那个游戏挺好玩挺累的 然后今天很开心啊 能够来到能够再次来到泉州 然后参加我们的我是看这个机器吧 可以可以没问题 能够参加我们这次的匹克粉丝节 然后很开心 然后现场很好玩 可惜不能每个场馆都去玩一下 然后也很开心见到各位匹克斯 和各位来看我的朋友们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生活 然后天天开心身体健康 然后有空的话支持一下我的作品 谢谢 好的 再来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 乌蕾的精彩分享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粉丝节的互动田区 蕾蕾就填到这里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可以有秩序 离开我们的现场了 我就下班了是吧 就下班了 再给我们广大的匹克斯 我们的小蕾迷们